我是那個一樓網的鄭小姐 我是你們媽媽級的同學 現在給你們看 這個就是我剛剛有介紹就是這個架構 就是說一樓網的架構 它其實用到的都是一些政府的部門 那我指色的那部分A1 A2跟A3 這個是要用人工去輸入 就是用檔案去的 然後下面那個黃色的中央地質調查所 那個是跟調查所或是地調所 他們去連線的 那連線的話因為這個是公益的部分 一般是我們是不能收費的 它的話可能就是一個斷層 你看過去的話它可能是土壤液化 那土壤液化因為我自己是做房地產的 當初要連接的時候一堆仲介哀嚎說 淑莉姐麻煩你現在不要連 我在賣的房子假如一點進去 是不是紅色的話那我就慘了 所以那個有公文到現在都還沒做 那其實現在已經比較沒有人在在意這一些 所以我們還是要做 然後那個另外一個土壤液化跟斷層那一部分 其實那個真的很重要 工業機關它不敢秀 它的網站很難用 但是我直接就按地址PO出來 斷層在你家的西北方10公里外 是在怎樣那是很方便讓大家看的 然後這個土石流這部分就是有一個A6 它有一個橘色有一個紫色然後有一個黃色 那就是說它可以連結 但是它必須去建置那個里或是村 就是說我們那個台北市的話是里 那假如說像苗栗縣的話 它就是用村 用村里去連結它的土石流 它這個土石流也有一個部分的就是說 它可以知道說 假如土石流來的時候你是可以躲到哪裡去的 它是建構得很完整 可是這個獎是真的出事情的時候大家很重要 可是平常就沒有人去做這一些 那這一些政府已經花很多錢把它做好了 那我現在假如地址打進去 你根本在哪裡都看得到 那這樣不是說對大家都很好嗎 所以這個一次性的把這些東西都建置出來的話 那就很好 那現在最好的話就是說那個V的部分就是實價部分 那我們現在目前實價部分它是沒有把地址秀出來的 那沒有把地址秀出來 我自己出了這一本那個實價登錄解密 這個是我105年出的實價登錄解密 那個蘋果日報也105年12月26日有介紹我這一本書 那這個就是我告訴你說如何去 去找說真正房子成交是在哪裡 它的理由很簡單 譬如說我們中校東路三段 三段這邊過去 那個它會告訴你地址嗎 只是它沒有秀出號碼 譬如說它是31號到60號 那你這一部分的話 偏作說你可以用部分的地址跟樓高 跟完工日記去找到哪一棟房子 我這麼快就8分鐘了 然後這個的話是香港的那個地圖 香港的香港 這個是香港他們做的地圖 這個是政府在做的啊 可是為什麼我們政府沒有做 這個就是香港的地圖 香港它有好幾區啊 可是就是一個中央單位在做 那我們這個是香港的實價登錄 要錢 就是在他們土地駐車處 但是因為要錢 所以他們香港的港名都會在那個網站 就是在賣不動產的網站裡面去找 去看 因為他們已經架好了就不用錢 所以他們是在不動產的網站裡面看 我現在秀出來的是美聯物業 它現在土地駐車處就是他們的土地駐車處 那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的東西很亂 每個單位它這個的話 它沒有辦法秀出整棟房子的行情 最主要是在這個地方 你那個這個營業的地方 一個網站裡面自然四個網 就是你要查實用指導 它有四個網站都是不一樣的 你為什麼不能統一一個 你這樣很老民又很花錢啊 可是這個是地方權限沒辦法 就是這個人家說能不能改進啊 就是這樣 那個地址的部分也是 就是有的人就是下面這些地址的話 他就是好幾個網站就有錢的人加價 沒有錢的縣市就不價 就找中央的這樣 好 有沒有填那個聯絡方式 大家那個如果要讓你的坑 那個offer來吧 讓你的坑延續的話 你那個聯絡方式可以在後面填一下 offer 好 謝謝 謝謝蘇姨姐 這個要拿回去 好 蘇姨姐說 蘇姨姐說 好 好